随着短视频时代的到来 也让越来越多的人通过镜头火了起来 那些爆火的网络主播 也成了千万网友关注的焦点 其中就有一些连脸都没露过 就能火出天际的千万级网红 他们究竟是怎么火起来的呢 本期阿将带大家盘一盘 全网七位不露脸主播的真实颜值 来自湖南岳阳的一条小团团 一开始也并不是专业的游戏主播 早年的团团混迹在社会上辛苦打工 好不容易攒了两万块钱 没想到一次洗澡花倒摔端了腿 一招回到解放前 小团团在讲述这件事的时候 也是一度崩溃 或于升级的阿团在休养期间改行做直播 但出镜直播的团团流量并不好 便索性放弃露脸 没想到在2019年 凭借着一系列魔性又洗脑的声音一炮而红 你能不能帮我找到 那个就是很酷的衣服 我让他们看到我那个很酷的一面 怎么样 在全网迅速获得数千万的粉丝的喜爱 也被称为年度最佳女主播 小团团很少出镜直播 就算出镜也都是戴着口罩 大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网友们对小团团的颜值也是格外好奇 每次无意露脸就会上热搜 近期阿团在直播时连续两次露脸引发火出圈 真实颜值也是被粉丝禁收眼底 有一说一阿团五官端正再加上水汪汪的大眼睛 是个美人皮子无疑了 之前阿团解释过自己为什么不露脸的原因 是长相和声音的极度不符合 标准的萝莉音欲解身 再有就是自己不露脸也能更自在 我不想露脸 露脸我以后就没办法去大街上逛街了 团团也想要过自己普通人的生活 到现在应该没有什么人不知道贝勒爷吧 由张小花掌镜邵雨萱出镜的两个沙雕闺蜜 组成风产姐妹被全网熟知 正所谓好看的外表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两人应拍摄整股闺蜜的日常生活 获得大量年轻粉丝的喜欢 仅仅不到一年时间疯狂涨粉近四千万 这样的数据堪比做了火箭 对于秃头背的邵雨萱 大家应该是相当熟悉 邵雨萱是做模特出身 各种大片映照也是hold住 除了负责出镜的邵雨萱 视频中还有另一位主角张小花 神秘的小花从没有正面出镜过 甚至很多老粉都不知道张小花长什么样 只能在某些视频中看到过模糊的身影 连张小斐见到姐妹俩的第一句话也是 我终于见到她长什么样子了 张小花虽然没有出过境 但感觉她应该比贝勒爷还搞笑 遇见乌以类聚人以群分 闺蜜是沙雕 自己又会正见到哪里去 特别是那魔性的笑声 堪称点睛之笔 看着贝勒爷和闺蜜张小花相爱相杀的生活日常 真的带给网友诸多欢乐 许多网友都想众筹有个这样的闺蜜 开得起玩笑 惊得起整骨 还能相互陪伴 2019年也被称为Vlog元年 这一年的各种Vlog日记爆火网络 其中最神秘的一个男人要属燃烧的陀螺仪 由于职业的关系被粉丝亲切称为机长 燃烧的陀螺仪用一系列快节奏的视频告诉大众 原来Vlog还可以这么炫酷 一夜爆火的他掀起了抖音仍然模仿的浪潮 他也迅速吸粉近千万 而他创建的幸福生活中的仪式感 有着近100亿的播放 足以看出机长的人气 但机长这个人充满神秘感 在他的视频中从未露过脸 总是穿着兜帽衫 戴着墨镜和口罩 没有人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除了知道他是南方航空的一名机长 其他的一无所知 这样让大家对他的长相充满好奇 但是身高1米92 声音又充满此性的男人 怎么会长得丑呢 没想到被自己保护得好好的长相 被央视行为给出卖 露出了卢山珍面目 在2020年 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中 机长的照片赫然在列 第一排第一个就是他 他叫宋金泽 现实中的机长长相帅气 且心地善良 曾筹款50万为贫困地区 捐了一所希望小学 新闻联播对他的表彰 也足以说明一切 提起蔡罗莉相比大家都不陌生 作为20岁女神 早在几年前蔡罗莉就火了 蔡罗莉经常一身罗莉装 偶尔穿旗袍 身材看起来瘦瘦小小 很受宅男的喜爱 有着近2000万的粉丝 不经意见也用豪车豪宅炫富 真实身份也引得网友纷纷猜测 更有甚者传出她是青岛首富的千金 不过这些都不是蔡罗莉最大的争议 蔡罗莉的作品几乎不露脸 即便露 也是拿着手机挡着 这让无数网友心生疑虑 至于她是第二个乔碧罗 前段时间 蔡罗莉一个变装作品在线翻车 有一秒没有特效的瞬间 被网友截出了素颜状 一时之间成了热门话题 网友们纷纷吐槽 蔡罗莉太老太丑 和日常罗莉风完全不符 已经不属于罗莉的范畴 被骂照片 格格乌 格布林等嘲讽 更是层出不穷 而蔡罗莉勇敢发布动态 大方承认自己整容 获上热搜 拿自己坎坷的整容室 劝告众人 也是劝了一大波的粉 作为不露脸的网红 东北匠在洛杉矶的匠总 也有一席之地 关注匠总的网友都该知道 大叔目前居住在美国 并在洛杉矶成功创业 匠总和朋友 买在洛杉矶的别墅 也是一个塞一个的大 有间人的生活 就是这么朴实无华 而凭借着一口 东北大茶的味 和有趣的灵魂 酱总在网络上 也获得了许多网友的关注 相比他的创业史 大家更好奇的是他本人 在去年 东北江直播时意外露脸 原来传说中的酱总 是一个文质彬彬 白白胖胖的大叔 除了本人长相备受关注外 酱总的前期 也是引得网友纷纷讨论 之前就有人扒出 他的前期是某个大网红 西河大人在网上 一直是比较神秘的网红 作为颜值主播的他 和别人不露脸不同 他不能露的是嘴和鼻子 而常年长在脸上的黑色口罩 更像是做了半永久 凭借着演技和擅长的耍帅 虽没露脸 也不耽误女粉们泛花枝 在抖音坐拥惊千万的粉丝 随着时间的推移 网友们对他口罩下的真实长相 抱着怀疑态度 也因此有了南版乔比罗的传言 不负众望的是 前段时间 疑似七鹤大人的生涂曝光 照片中的他 因嘴巴过度前途而遭到网友的吐槽 令粉丝幻想破灭的同时 人间压嘴兽的称号也因此得来 事实上 为了自证颜值 还曾数次露脸直播 不但没什么效果 反而是翻车翻的更明显了 看上去是个挺正常的帅哥 然而每次露脸 嘴巴都有一些奇怪的东西 看来网传的人间压嘴兽 并非空穴来风 等什么君 等我的如意郎君 小姐姐本名邓玉君 是个毕业于吉林财经大学的东北妹子 经常在社交平台放自己唱歌的作品 是个不露脸 但唱歌非常好听的小姐姐 日常穿搭和她的歌曲 一样看起来仙气飘飘 是个超人气国风歌手 随着等什么君在网上的爆火 也有许多网友 对她的真实演织非常好奇 现实中的小姐姐非常青春可爱 在年初的时候 等什么君就曾空降晚会 一袭绝美红衣 手持红扇 独特的东方韵味 一派江湖侠客的模样 让观众眼前一亮 自此 从不公开露脸的她 首次揭开了神秘面纱 好了 本期的网红爸爸江就到这里了 你还知道哪些 不露脸的千万网红大V呢 评论区告诉阿江